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还要进行胰岛素强化治疗 以平稳快速的降血糖 药物早期干预主要有三点 一是可以有效控制血糖和糖化血红蛋白 二是能够显着降低糖尿病前期进展为二型糖尿病的风险 三是大大减少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而这一点恰恰也是最重要的 刚发现糖尿病用不用药 一定要听医生的话 在正规医院内分泌科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且不要自以为是或者听一些不专业人的治疗天方 这样就能把血糖控制好 还有利于长期对血糖的控制 二 血糖很好 可不可以加大用药量 有的糖尿病人吃了药血糖并没有降下来 这时就像是不是药物量不够 想加药 这是不对的 因为降糖药的使用方案也可能需要 用降糖药物来降糖也需要有个过程 同时降血糖还要配合运动的配合和饮食控制 血糖升高还有许多因素 比如淋淋现象 肃穆结现象 这些都要在专业的医生指导下调整用药 如果一味的加药有可能还要引起低血糖反应 如果血糖下降速度过快 也是对健康不利 一定要循序渐进 所以一定要把血糖长期控制在正常范围内 不要让血糖波动太大 以防低血糖发生或长期高血糖引起并发症 三 糖尿病有搞清一天的血糖升降曲线 控制血糖就有谱了以下 是几种常见的血糖升降曲线 了解了就知道血糖升高的原因了 从而做到心中有数 控制血糖也就有谱了 一 糖尿病完全未控制型高血糖 从血糖值来看 以上血糖完全不达标 主要是糖尿病新发现或不重视治疗 用药不当或是没有配合运动 饮食 二 糖尿病餐后 高血糖型 以上血糖的特点 十三餐后糖都高 这类血糖高多见于二型肥胖的糖尿病人 使用优降糖消可安 格列奇特及中肠效胰岛素的比较常见 这些药物持续时间长 对空腹血糖易控制 但是因为吸收高峰时间慢 所以不容易控制餐后高血糖 三 糖尿病黎明高血糖型 黎明时生长激素分泌增加所导致 以口服短效降糖药 以及一些使用短效胰岛素者多见 这些药物维持有效浓度在四到六小时左右 到下半夜时在血液中的有效浓度很低 而生长激素分泌较多 从而引起了高血糖 所以会出现这种曲线 四 糖尿病日间高血糖型 有些糖尿病人 由于工作压力或者体力劳动 饮食压力等 也会让体内其他生糖激素分泌也较活跃如糖皮质激素 而查分案等 这种情况下血糖在日间就会升高 待一到晚上血糖又比较稳定 五 糖尿病反应性高血糖型 这种现象在医学上称苏木结现象 全部是以夜间低血糖 引起沉间反应性高血糖的类型 这样的高血糖老年人中比较常见 而且有些人经常性的自行加药 结果是药越加空腹血糖越高 这些药物持续时间长 容易产生蓄积 而夜间体内升糖激素处于低水平 从而引起夜间低血糖 但早晨却反弹为高血糖 五 糖尿病打胰岛素会有依赖性吗 一些出发糖尿病人刚开始可能要用胰岛素解除高血糖毒性 血糖稳定后就可以改为口服药或通过饮食和运动控制血糖了 但大多数糖尿病都是两型糖尿病 也就是非胰岛素依赖型糖尿病 初期胰岛还是有功能的 所以可以用口服酱糖要双瓜类 黄尿类 A 糖肝酶一致剂 控制糖的摄取和利用 后期胰岛功能逐渐减退 只能用胰岛素替代治疗 也就是打胰岛素 还可以加点胰岛素分泌剂 一型糖尿病人是自身一线完全不分泌胰岛素 这就需要长期打胰岛素了 糖尿病同伴最后提醒 糖尿病有明白降血糖 一定要定期检查 糖尿病人降血糖 在用药或饮食运动控制时 一定要定期监测血糖 这样做第一是可以了解病情控制情况以及临床治疗效果 第二是对选择药物 及调整药量的重要依据 微信公众号TNDTBZC糖尿病同伴支持 下期见